我相较知晓桃源机场中控中心的这个长官完全没有以身作则 之前才被爆料说他把中控中心当酒家 现在还有更劲爆的发展 因为有四名离职的女员工 他们现身控诉说 原来被督导李建敏搂搂抱抱的 并不只是这个当初曝光照片当中的女工程师一个人而已 他们这些人都曾经遭到性骚扰 时间长达八年 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又投诉无门 所以他们才会偷拍来爆料 是从肩膀 肩膀靠近肩胛骨这边一直摸到背 然后有时候会要求跟你坐在同一张椅子上 回想遭到性骚扰的过程 女员工哽咽落泪 摸你的大腿 然后或者是 或者是这样拍 或者是这样摸 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 四名中控中心离职女员工 首度露面 惊爆竟然遭到桃源机场中控中心督导李建敏 性骚长达八年 他们套路也曾向总统府投诉 却石成大海 之前也是有离职员工写 向总统府澄清 可是也是不了了之 因为我们没有收集图片或者是照片 我们也不能拍照 因为我们也不晓得他到底什么时候才会伸出手来摸我们 下属督导面临这么严重的指控 但民航局副局长王德河来到记者会现场 竟还笑得出来 我倒没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以前没有处理过这样事情的经验 你有这样经验你就要下台了 不是啦 我还没讲完 就是说我没有处理过这样事情的经验 因为他说没有 所以我们 所以后来是造成我们的入判 你去问李主导师 你有没有姓照老人家 他说我没有 那你就说我没有 不止民航局所谓的调查让外界傻眼 之前的惩处案立委更批太可笑 你萧登科你本来他是航空站的主任 现在转任什么民航局航训所的所长 这天大的笑话 你当航空站的主任就管不好了 你还要去绣训人家 跟他毛手毛脚的那个 他本来双公司的督导 他现在回国回国航务员 航务员是合起重要的 这管回案了 我看这个都好像是升官 你这样的名单 你可以让人家呼气吗 多久可以给我们一个交代 这一问副局长和桃园站副主任 竟当众摇起耳朵 罗书磊火大开马 所以你们那种心态真的要不得 你看看 你不是连交通部长毛部长叫你们说查 你说查没有 下个礼拜五下班以前 下礼拜五下班以前 好 那好 罗书磊怒斥关关相户 民航局这才勉强给了时间表 从丑无案先扯出颁表造假管理问题 现在又惊爆性骚扰指控 但民航局态度一贯消极 调查报告还没出路前 恐怕已经在选前 为马政府打了重重一击 明知新闻 徐玄黄信如 看不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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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